记者陈云桃源报道 代表民进党参选台湾市长的立法委员黄伟哲今天赴桃源市政府市政交流 黄与桃源市长郑文灿都强调不讲选举 聊市政 但被问及国民党的对手高斯伯 黄伟哲还是忍不住亏 有人想当年轻人的新宠物 有人整天骂来骂去 这都是自己的选择 我们尊重 但他强调自己要走正能量选举 到各地吸取市政经验 比对手用负面选举 喷口水有意义多了 国民党打负面选战民众其实不买单 黄伟哲今天率领台南市议员及参选人 一行二十人参访机场捷运 桃源清创基地 行程中间一到桃源市政府与郑文灿座谈交流 黄伟哲说 郑文灿是高支持度的市长 要吸取他的正能量 继续互相砥砺 学习 要学习郑文灿一天当三天用 每天早起勤政 以及建设先创性 期盼未来持续台南古都 桃源新城市的交流 但不学他的体重拉 伟哲准备好了 郑文灿也说 黄伟哲从学生时代就投入政治 担任过国大代表 立委 问政表现优异 国家改革每个时刻从不缺席 也深知行政院长赖清德在台南市长任内的愿景蓝图 是最好的执行者 黄伟哲表示 他跟郑文灿是台大的学长学弟 也都参与过学运 同期还有台中市长林嘉龙 高雄市长参选人陈奇迈 嘉义县长参选人翁张良 台东县长参选人刘兆豪 大家在各地分别努力 也互相学习 他先前已走访台中 无论如何 选举陈埃落定后 台湾还是要向前走 台湾还是要向前走